4月10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 李静渝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 来到桃源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 准备办理登机手续 在柜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通知李静渝 其台包证已经被吊销 长荣航空公司不能为其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 李静渝北京行随即宣告流产 李静渝等随后在出境大厅举行了记者会 李静渝说 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 我的台包证真的被阻销了 我确实感到意外和震惊 我确实感到意外和震惊 属于女士的证件被北京政府取消了 所以他不让她做check in登机的动作 那也没有告知当事人说到底 北京政府是在几月几号几点告诉他们这个讯息 也没有告知理由 也不告诉我们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这样的通知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之后决定前往北京 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 探视丈夫 并且定了4月10日长荣航空飞往北京的B-2762班机 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真心说 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 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些 不是一说束手无策了吧 我认为经常这样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下午称 中国大陆阻扰李明哲先生家属父母进行人道探视 台湾政府就此提出严正抗议 预计中国大陆方面将会对拒绝李明哲妻子来京一事做出说明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桃源机场采访报道